中国加油!武汉加油!广东加油!海南加油! 近日,泰国驻广州代总领事康宁希在接受中西社记者专访后,协领馆全体工作人员齐声高喊加油。 她为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,并向武汉支援大批医护人员的举动表示赞赏。 据康宁希介绍,为了支持中国抗疫,泰国国王与王后向中国捐赠了医疗物资,泰国政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中国人民提供了300万泰铢的捐款。 在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签证大厅内,记者看到,虽然少了往日的热闹,但仍有少量访客前来办理签证。 所有人员进入大厅前,都要接受体温监测和洗手消毒。签证台后面,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正在为访客办理签证事宜。 一切都平稳有序。 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有普通的服务,我们只制作了更多的计划,以防止疫苗发生。 我们也放了网络,我们从地区政府取得了保护衣服。 据了解 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领区 包括广东和海南 当天采访期间 领馆工作人员还特意向记者 展示了泰国歌手专门为支持中国抗疫而创作的歌曲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